八大公股行库新的经营层上任之后 马上面临到了控管房贷的重大议题 根据了解了 目前打算是以两大控管方向为主轴 不只蛋白区 蛋壳区也都在管控范围当中 也会严格控管5%自备款就交屋市场的市场状况 毕竟在买气增温之下 就连亲民的新北市也不便宜了 千万以内的中股屋在5年之内就减少了将近20% 工业风的设计装潢配上四米二挑钩格局 像这样的三房物件在新北板桥 至少得要三千万元起跳 那我们走远一点来到新装 这间三十八瓶只有轻装潢的中股屋 要买也要一千八百万元起 房价涨涨涨 现在在新北地区要买到一千万元以内的中股屋 实在是越来越困难 因为从近五年的成交总价占比变化来看 千万元以内的中股屋比例 已经从2020年的百分之五十一 下滑到2024年的百分之三十一 过去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在新北的第一圈 比如说像板桥中和永和新店一带去购物 但是当近年来 其实新北的房价也陆续的上涨 那上涨幅度也比较大之后 其实大家在交通方面 就是比较完善的情况之下 就会退而求其次往蛋白区去移动 以通行时间换取房价 也让蛋白区房市出现明显变化 而代表北台湾建岸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也出炉 七月灯号重返代表热落的黄红灯 就怕房市再热下去 多张银行不只寄出房贷控管 先还传出公股行库高层 打算以两大方向前进 首先是针对教偏的代板区或蛋壳区 在贷款陈述或按量上把关 并且严控百分之五自备款就交屋的案件 预售端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高杠杆的操作 所以必须可能要从银行端 去做更积极的一些调控 那以至于央行跟现阶段金管会 再要求各行库针对这个部分上面 来去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插合 试图从建商端把民众的这种 购物的杠杆降低 那以达到冷却房市的效果 通过减定放款陈述 让市场软着陆 毕竟接下来还有一大房市K天鹅 就是九月的央行领监市会议 是否有新一波打房措施 都将是下半年的房市关注焦点 记者傅一文方绍成台北 参访报道